你干嘛 没有我看一下 看着有没有给脚 看着看什么 看着都是脚步的工钱 你腰腰的 你你你你还要钱吗 你打电脑没有钱吗 要钱吗 看得懂吗 这些这些作业 看个懂 你看这个 看这个还给你了 这一千多块钱不是 最像的干这钱吗 砍的工钱吗 他不要了 他说太少了 怎么会少呢 他说你给他开150 一天太少了 才有500 我们这边 请别人扛干这才125 给他开了 都是最高的 我 然后又不用他怎么扛干这 他说太少了 他说 他扛干这也扛不动 都是我老公去扛 他扛都给你抬的 我都没有叫他怎么扛 那他就是说嫌少了 我昨天都塞给他 我说这个是我姐给你的干这钱 他说 问我多少钱一天 我说150 他说才150一天 他最少500一天 那500一天 他砍了七天多八天不到 那三千五百块钱 那你再拿两千多块钱给他 要500块钱一天 啊 他说这点不够 他一天呢 去砍八个小时 都有招出来 问题是他一天也砍不到500块钱 那我不懂 他就说给的太少了 这个 最少500块钱一天 最少500 那你没有去问问别人吗 别人都是开120的 我现在开150给他 不合理吗 不是说我合不合理 他不要我也没办法 他说嫌弃太少了 要不然你就给三千五给他吧 三千五 那点少不要是吗 他不是说不要 就是说这一点不够 意思是说要三千五 他要500块钱一天 反正就是给150一天给他 他看我看他看 他要就要 那不要我也没办法 你就再拿回去给他 你说不要的话 那我也不可能会加的 你觉得少吗 150 我跟他说了 我说你不能把我们这边的市场 再给搞乱了 我说你要500 但是隔壁邻居他知道了 那肯定人都会有意见 对啊 来年哪里能请人 来年拿回给他 你说就是这么多了 你要得要不要也得要 没办法了 就是这么多 我说没有人都夹 150我已经给他说 比边中三十块了 如果他不要的话 你再回来跟我说一切 等次的 人家说不要就不要 人家说要你拿回来 你就拿回来 你真的是得 你这样怎么慢慢接 拿我这个钱撒在地上 都是我金钱来的 怎么可能 你拿了 你拿的一切给他 如果他不要的话 我这个钱就给你了 你也辛苦跟我看 他不要的话你就要 不是这个是他的 我的另外的呀 另外 所以说我之前给他的呀 如果他现在不要的话 那这个钱就给你的啦 这个钱就是我的 对呀 本来这个钱呢 我是给他 他不要 那我就没得说了 是不是他想想不要 那又不是我不给的 那如果不要的 那实际上就是你的工钱了 就是你的了 那他呢不给了吗 他能用三千五 我也不是不给 我有时间我再跟他谈 三千五 三千五啊 等我有空先 我再跟他谈 那那那那也不行啊 他的三千五 我的才一千二 都一样的 你的一千二 他也是一千二 他 我也是这样的 我也是这样的 我撞到的话 我再跟他谈 你放心 这个不可能说 他三千五 你一千二 是不可能的 对呀 我还帮你砍了十天 他才砍了七天多 八天 不到那天的 对呀 你就先拿着这个 你的工钱 那我的还有两百块钱才够啊 两百块钱 到时候我给他 给我 再给你 给他的再给我啊 对呀 我跟他谈出出先 到那时候你叫他来跟我看看 你怎么没有跟他收多少钱一天呢 他说不用钱啊 不用钱 那你先拿着这个 我有时间 我慢慢跟他谈 这个意思是说 这个是我的工资 对 是你的工资 还欠你两百 那他的呢 他的 我有裤才跟他谈啊 你刚刚都说了 他嫌少 要一五百块钱一天 那我肯定跟他谈判了 是不是 我问清楚他 到底什么意思 我哪天跟这个对象谈判 他可恶了 要五到五多钱一天 他一天 虽然说砍的时间是那么长 不许是他 砍不到五百块钱 我砍一百五 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砍一百五给我 那他的你也不能给三千五 不能不能 你放心 这个我做事都是人人平等的 那意思是说 这个一千二十我的了 对 还欠你两百 你还有两千的工资 在这里嘛 对不是 到时候我跟他谈判清楚了 我再给两百给你 好 就这样子啊 那不是哪样 姐夫你在这打电脑啊 可以啊 你干什么 你打电脑啊 你看 你看 干嘛 这个甘蔗钱 我姐给你没有啊 那个对象三千五 什么三千五 甘蔗钱 给他五百块钱一天 谁给他五百块钱一天啊 你老婆啊 哈哈 没给吧 他不要三千五一天 他那么傻他给三千五啊 给五百块钱一天 他砍了七天 给他三千五 他给了没有啊 等一下给 那你现在来这里有什么情况啊 不要给他 嘿嘿嘿 你们两公婆的事我不管你哦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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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